昨日的豪大雨造成台山間 位於竹山交流道區端年中淹水 趕在本日上午 縣雲1號也與里長 縣府公務處人員乾隆會堪 希望先行做出處置辦法 避免颱風來臨淹水情況再現 昨天的強降 最高的時候淹到城寸的臀部 也有泡毛的 然後泡毛的有小孩 然後叫消防局的去處理 後來警察局有來處理了 今天的話我們特別來這邊現場 來會看昨天淹水的問題 那在昨天其實依淹水之後 跟里長跟縣長 還有包括跟公務處 就一直保持密切聯繫 那其實這個淹水 許淑華縣長也非常的重視 所以今天我們上午 就跟公務處的副處長紀氏 還有包括科長 一起來這邊會看 對於後續如何改善 實地區淹水情況 縣府也將積極與公路總局等單位做聯繫 以維護地方環境安全 因為這一條道路是台三線 是屬於公路總局公務段管轄的道路 那所以他們應該也會做一個全盤的考量 來考慮說像昨天這種大雨來的時候淹水 看如何去做處理 那我們縣府會一起來跟南投公務段 跟相關單位來做一個討論研究 看有沒有互相可以協助來解決這個地方淹水的一個問題 仙遠友好也表示會經由指示會看後 統合問題點來與有關單位反應 規劃改善方案 而颱風降至目前也希望 針對水購及路面的清淤工作要檢促執行完畢 之前來講淹水都沒有那麼嚴重 反而在去年急救張牌做這個上面的排水工程 反而導致下面的話淹水更為嚴重更為急 那我們希望再做任何的一個水利工程 不要因為選舉而做任何的這種趕進度的這種問題 這樣反而會造成更嚴重的民眾的財損 那所以我們今天一次了解問題 造作一次做問題的反應 還讓這件事情能夠盡快的作為改善 這邊有很多需要耽誤自己解決的問題 包括許多的樹枝枯枝都在水溝裡面 導致水也沒有辦法排出去 也需要在今天就必須務必趕快解決的事情 不然禮拜四開始的話又有颱風 大家都非常的擔憂 議長何勝峰肯定有議員及先服團隊的用心 並認為當務之急 要先趕在台方來臨前 將此地區與你清理完畢 而後續區域排水系統的改善 就請有關單位要積極做出規劃 避免這樣危及地方的淹水情況再次產生 記者盧凱竹山採訪報導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